內訪一定要比較空閒時間看著你和雷神的節目 比較短線一點 因為如果你問我 我們有做統計 在7月份來說 有60個城市省份總共出了70條相關的調控措施 這是歷史上最多 我肯定給大家聽 其實調控樓市或房地產 仍然在加強力度 千萬不要以為要穩住經濟 游去槓桿 但若要穩住槓桿內訪可以偷雞 絕對不是 繼續在控制 變成在行業本身 業績一定是好的 因為現在說的盈利 今年預訂的盈利是兩年前的賣樓 所以一定是好的 但大家看未來 似乎調控力度仍然在加大 除非個別是恆大做得好 否則整體整個版塊 我想有短線回升 但短線的反彈沒有大回升 所以更加要看你們的節目 懂得下車 等待會兒